要加速了 适合散步的天气 跟得上我吗 要加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摧毁现在 然后重新选择过去 那究竟是什么意思 从你引用的说法来看 想必是长光告诉你的吧 无妨 你有权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我曾经拜托长光设计了数种不同的重构世界方案 但简要来说 还是成本最高的那个方案 稳定性最强 成本最高 具体是指什么 如果我直接说结论的话 你难免会莫名其妙 所以还是让我花一点时间从头说起吧 我和长光 之前从不同的角度 应该都对你讲解过 在我们的世界内 时间的流向是不可逆的 这就像是大自然中的河流 一路奔腾而去 不再回头 只不过 正向河流会有降雨和溶雪为它补充水分 如果我们再大胆一些 将思考的维度上升至虚数之数的领域 那人类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种记录在磁带上的数据 所谓历史是这条磁带上已经记录下来的部分 所谓未来 则是将要呈现在这条磁带上的未知 而我们的现在 就是这条磁带上那根唯一的探针 现在是特殊的 它区分了已知和未知 可能与不可能 它是每一个智慧生命所唯一拥有的生存平台 那么让我们假设一件事 如果我们保持住现在这枚探针的特殊性 而把它强行移回属于过去的磁带上 那么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的现在会被嫁接到历史的过去上 没错 就像和你打过交道的那些天外智慧一样 只不过他们需要嫁接去别人的世界 而我们则是自己嫁接自己 想象一下 像第二次崩坏这样的灾害 可以一笔勾销 而像我们这样的现代人 会带着自己的经验 帮助人类重新成长 尽管崩坏不会消失 我们依旧得面对如期而至的挑战 但人类将获取的收益 其实远超过损失 那么你所谓的成本 也就是嫁接这一行为 所需要消耗的能量了 是的 有了之前那次探索实验的经验 你果然很容易理解我的计划 为了实现自己嫁接自己这个目的 我一共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 探寻接触乃至抵达虚数之术的方法 第二 支持上述操作的设备及能量 具体来说就是第二神之剑 也就是利用千借益成的信标 能够锁定的稳定区域 抵达虚数之术的方法 获取充足崩坏能的途径 他们有究竟是什么 他们都来自崩坏的意志 优兰黛尔 什么 没错 崩坏意志 当时绿者的意志 当今崩坏的起点 他被奉以神之名 长存于天命五百年的历史中 但所谓的神明并非不可企及 只要行于相同的道路 目视同一个终点 人类 也可以与神接触 甚至达成协议 协议 坦率地说 我并不喜欢世界蛇的圣狠计划 但如今 天命已经错失了阻止他的最佳时机 回到原点 亦是在为我们自身创造机会 重构世界的局势 而他 已乐于欣赏这样一场颠覆时空的戏码 崩坏意志 为我降下了虚数之术的门飞 而我则将在这件事上 成为他在人类世界的代行者 崩坏意志的代行者 主教 你难道要主动成为律者吗 从全能的角度可以这么说 不过 接触虚数之术 那也必定会让我成为不同于律者 甚至超越其上的存在 那虽然需要我付出自我实体作为代价 但其全能 也足以让我重组世界 我希望为各位赢得 应对中烟律者和圣痕计划的额外时间 而崩坏意志 也满足于自己被重制的结果 呵呵 结大欢喜不是吗 可是 世界本身又会怎么样 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 似乎都对应着毁天灭地一般的全能 你说的没错 不过 正所为不破不力 不毁坏掉一个旧世界 我们又怎么可能迎来一个新世界呢 我想听的并不是这种抽象的 我认识和推理 从一开始到现在 你始终必然不谈自己计划的真正代价 为了达到刚才列举的这些目的 你究竟打算把什么支付出去 呵 现在 我之前也告诉德莉莎了 我将从时间的枝条上 抹消这五百年的历史 让世界重新回到卡莲 卡斯兰娜还活着的那个状态 我付出的代价 就是在虚数之术上流动的时间 或者说 现在本身 这样说可能过于抽象 所以我打算再换一个角度回答你的问题 人类的文明活动 它本身就会催生崩坏 这件事每一个天命组织的成员 应该都有所了解 可是如果我们从崩坏意志的角度上 去看待这个问题呢 对它而言 恐怕绿者才象征着最终的自由 我们的文明反而是禁锢崩坏 并让它产生扭曲的枷锁 是的 从这个角度看 并不是崩坏因文明而生 反而应该讲 文明是崩坏的一种特殊固化形式 所以我要支付的 是当代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天然蕴含的崩坏 我会把所有隐藏在现实和虚术之间的 势能调动出来 在过去 它曾是律者们重要的力量来源 如今 我们也可以用这股力量 为世界重新导航 如果你这样做了 那么我们面前的现在 此时此刻的现实世界 又将会如何 在这个科洛斯藤之外 他们会不留痕迹的消失 科洛斯藤将成为我们这个湮灭时代 唯一的木志明 以此 来代替那些对于人类而言 更加不可承受的牺牲 你的意思是 在科洛斯藤之外 在科洛斯藤之外 一切这五百年间 曾经诞生和毁灭的事物 都会在时间的河流中 彻底变成不再存在 这 就是重新来过的代价 是我正准备执行的 成功率最高的那个方案 所对应的代价 这太疯狂了 你不喜欢圣狠计划 却打算要整个世界 为此付出比圣狠计划 还要沉重的代价 你几乎是在谋杀世界上的 每一个人 主教 嗯 没错 但是人类 会因此还是人类 可是这又能有什么意义 我们守护人类 守护的是那些活生生的自由意志 而不是某种空泛的概念 你错了 尤兰戴尔 我恰恰是要从人类 这种空泛的概念中 拯救出一个活生生的自由意志 你知道她的名字 卡莲卡斯兰娜 你终于还是提到她了 主教 是啊 我们兜了那么大的一个圈子 最终才来到了一切开始的地方 卡莲卡斯兰娜 不应该像我们所知的那样死去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错误 这是属于人类全体的错误 这不是试图谋杀世界上 每一个人的理由 更何况那个时代早已远去 当时人也只有你还活着 每一个正常的人类都会这么想 所以 作为正常人类的一个代表 尤兰戴尔 我会给你一个机会 杀死我 这样我的计划 也就随之一道 烟消云散 他不过是一个由罪恶与欲望所构成的集合体 他明知道道德而不守道德 明知伦理而践踏伦理 他渴望智慧 却不过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满足 他崇拜美好 却不过是为了否定丑陋的存在 他觉得这世上充满了多余的人 以至于生命的价值 都被那些人糟蹋的一文不值 只有在自己的生命 被画上休止符的时候 不过是为了 奥托阿博卡利斯才会仰望着纯净的天空 享受片刻那神圣带给灵魂的战力 不错的反派演说 但是主教 这似乎更加印证了 你仍然有所保留 你说我有权知道真相 但你的说法 却充滞着话术 让人无理看花 五年前 我曾在亮子之海 见过一个真正的世界毁灭者 而你的精神状态 却与他截然不同 或许此时此刻 我的确对某些事情仍有所隐瞒吧 但那真的很重要吗 很重要 主教 过去的这几年 你确实待我不保 也正因为如此 我需要知道你此刻真正的目的 哦 是吗 可我认为现在的你只需要知道 如果不阻止我 我就一定会谋杀 他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人